而要搶国际订单的大饼呢 很多这个在台湾工商界的大佬 噩梦成真了 因为中韩的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拍板了 以后包含面板 石化钢铁纺织等等 还有过去台湾引以为傲的工具机产业 都面临转单的压力 工商界的大佬说 没有办法降低成本 关税又没有办法跟人家比 现在年轻人哀哀叫的22k以后呢 毛起来掉到15k 那么就连高阶的精密专业人才 也可能被减薪甚至裁员 如果说年轻人毕业 找寻的是旧业梦 就在中韩FTA噩梦成真之后 未来不止年轻人 月薪15k的噩梦将来临 甚至高阶专业人才 也在面临减薪甚至裁员的噩梦 我们进入员工的机率减少了 所以失业率会提升 第二个 现存员工的薪资要调整 几乎在短期内 可能不大 机会不大了 包含工具机 面板还有纺织等产业首当其冲 但问题就在 过去一向有优势的传统工具机 就算生产的排名2013年 台湾还排在世界第七名 但工商大佬优星 亚洲的外壁竞争 已经让产业重伤一次了 现在还得面对中韩FTA 产业怎么可能还有心力 让人力成本增加呢 就成就的大学生 优星22k二杀自己的就业梦 一口气拥有了36张证照 只是未来存在的是大环境的问题 受益型的产业连高阶人士都得共体时间 不止产业就怕专业人才也这样外移 面对低心冲击除了政府主导转型产业 对抗未来中韩FTA可能的竞争之外 外商集团分析 其实台湾还有个出口 就是强化观光旅游等服务业 这也是韩国一向坚持的转型方向 只不过短时间内包含的面板 纺织工具机等产业 都将面对订单减少 甚至消价抢市长的困难 工商大老不会延 不止月薪15k会成真 就怕减薪裁员 甚至无薪价都将来临 记者韩志欣朱显明台中报导